中心社北京5月9日电综合消息,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,并重启对伊朗制裁后,伊朗等相关各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, 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就此展开密集磋商,推动协议保留。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电视讲话,称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是一个历史性事件,批评美国此举是非法的举够,破坏了其对国际条约的承诺。 他称,伊朗一直遵守伊核协议,尽管美国退出,伊朗将暂时留在伊核协议中,继续维持该协议框架。 鲁哈尼表示,他已只是伊朗外交部,在未来几周内与欧盟、俄罗斯和中国就伊核协议进行磋商。 如果我们与协议的其他成员合作达成协议设定了目标,他将继续存在。法国总统马克龙、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联合声明,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表示遗憾,表示三国将继续留在伊核协议内,并决心保证该协议的落实。 三国领导人敦促美国不要破坏伊核协议的框架,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其他相关方完全落实协议的举措。 Function Vars等于加Math Radom Tostring36 SliceR Documet Wrte WiAdow SLotbyDop 等于WiAdow SLotbyDop Push ID 2475336 Container S Size 30250 Display Inlifix 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的消息说,俄罗斯副外长10日将访问德黑兰,与伊朗副外长就伊核协议有关局势举行磋商。 俄方认为,伊朗没有从事军事用途的核活动,美因政治因素加大对伊施压力度。 伊朗外交部消息称,伊朗副外长阿拉格齐,当地时间8日在布鲁塞尔与英国、法国和德国代表举行会谈,并强调, 伊朗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局面,并已制定了恰当的回应措施。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当地时间9日表示,将在14日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一事与英德两国外长和伊朗代表磋商,讨论当前局势和应对方案。 正在伊朗访问的中国中东问题特使龚小生,当地时间8日,在与伊朗官方会谈后表示,伊核协议应当继续坚持,应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各方分歧。 他强调,协议的完整性必须得到遵守,中国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有关各方加强合作,保持协调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并重启对伊制裁发表声明表示严重关系,敦促伊核协议其他参与方全面履行各自承诺,敦促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支持该协议。 古特雷斯指出,伊核协议是和不扩散领域和外交领域的影响重大成就,有助于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,与协议执行有关的所有关切,应该通过协议本身规定的机制加以解决,与协议无直接关联的事项应该在维持该协议的前提下加以解决。 这至关重要,2015年7月,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中国和德国,就解决长期存在的伊核问题,达成历史性协议,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,及伊核问题全面协议,协议于2016年1月生效。 根据协议,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,国际社会解除对一制裁,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伊朗旅行协议情况,已多次出台报告确认伊朗旅行了该协议。